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胆子布 那条给我们 镀在那条 本来应该是这样 一二一天 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呢 看到没 行书的写法 行书的写法 先直 接下来的 你这一笔 第一个呼吸先这样子直的 然后向左边 右边 好 这一笔齐笔重一点 好 重完以后手往右上拉 有点上去 手有点下来 它就会有弧度 这个弧度 上下的弧度 是用提案做的 这个跟刚刚同学写的那个浪 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 好 跟他等高的位置写写上去 好 跟他等高的位置写写上去 好 跟他等高的位置写写上去 它不太拉到你 也没有寒 注意它这一束 它有点微微的弧度 你没有弧度也没关系 但是千万不要写直挺挺的 受腰 不要写直挺挺的 受腰 知道吧 受腰的意思就中间特别细 千万不要 进来以后 笔画变细一点 贴 不要太粗 拉出去 往下 这个1的第一笔 就借用刚才那个热的写法 但热那一笔更难 因为热那一笔 还要更长一些 接下来你可以在中间的位置 笔要尽量不要倒 从这里 看一下笔尖贴过去 我离开是这样 其实这就是横一点 贴过去以后 提 贴 好下 一开始你给它平行的感觉 接下来稍微打开